在场的贵宾各位先进还有线上参与的伙伴大家好 我是万国法律事务所吴嘉欣律师 接下来的这个第一场次的这个主题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的实践经验 好那在今天的那个分享开始之前先请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只iPhone的手机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外面有一个手机壳 我们过去在讲CS或是在讲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善进企业社会责任就像是一个decoration 有点像是你这只手机的手机壳一样很fancy 但是它useless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这只手机 这只iPhone的手机它有它的价值 原因在于更大原因可能是在它的手机的本身 而不是说这个手机壳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诚如刚刚一开始我们的林律师 还有我们所长郭律师的引言所提到的 今天我们要如何让CS作为一个企业的DNA 我们接下来就透过这个实践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 在我今天的报告大纲里面主要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简单说明一下 在CSR ESG跟SDGs这些概念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 第二个就是诚如刚刚林子瑶律师所提到的 我国目前在实践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着重在资讯揭露义务 所以我们等下也会以永续报告书为核心 最后会跟大家分享我的结论以及建议 好那首先是这三个名词 这三个名词刚刚林子瑶律师 其实已经做了非常清楚的一个介绍 但我想用我的角度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过去我们在看CSR 我们看到的是责任的部分 就是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它是一个责任代表的是什么 企业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个成员跟参与者 我们可能这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无形当中对这个社会产生一些成本 但是我们企业有负起责任吗 过去可能没有 但是我们就是要注意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在2004年的时候就提出了ESG这样的概念 就是要求企业必须从环境社会及公司自己的角度 来善尽他的这个企业社会责任 那2015年的时候联合股就是设立了17项的永续发展目标 也就是SDGs 这17项发展目标是说我们全人类共同的目标 就是在2030年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好那我们过去一直在讲责任 可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CSR它不仅是可以让这个企业它去履行它的这个义务之外 做CSR对企业本身也是有很多的好处 好我们这边看到就是SDGs的17项的目标 那里面它其实就是都吻合 像是CSR或是ESG它可能是比较大方向的 SDGs它就是一个比较更具体落实的一个initiative这样子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台积电在2020年的CSR的报告书 大家其实很清楚看到那画面的右边 它所呈现出来就是说在这份报告书里面 台积电它所着重的SDGs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在报告书的呈现上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这样子具体目标的一个对应 来告诉这个大家就是说我的这个公司 我善尽的企业社会责任 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什么样的领域去善尽我的企业社会责任 好那我请大家先看一下 就是说在我们台湾的这个企业社会责任里面 其实有相关的指法 第一个很重要就是上市上规企业社会责任的实务守则 在第七条里面他其实就提到说 我一个公司要去旅行CSR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top down top down就是说我要一个全责构高的一个机关 来推动整个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向 我们在第七条的第一项就看到说 他揭示了董事要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来督促企业去实践社会责任 我们在第三项也看到了 就是说董事会要授权高阶管理阶层来处理 并且向董事会报告企业社会责任的运行的情形 好那我们就举两个指标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会选择台积电跟新一房屋 其实我们国内在民间有做一些CSR的评件机构 不管是天下还是远见 台积电跟新一房屋都是大家知道的模范生 我们看台积电怎么做 台积电他总共设立了两个组织 一个叫ESG委员会 一个是ESG指导委员会 分别第一个是由他的资深副总经理 在台积电就是合力媒副总来做这个主席 那在指导委员会的话 则是由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英董事长来兼任 那台积电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 我们刚刚不是在讲说CSR要作为一个企业的DNA吗 其实创办人张仲龙董事长就很有远见 他在国内在重视CSR之前 他就已经提出所谓的ESG举证 让这个作为台积电 他在发展他的未来规划的时候 要着重了几个目标 那我们来看到在另外一边 就是台积电这边是比较制造业的部分 在一般的服务业 像信义房屋他也设立了一个全面伦理管理委员会 来作为他实践履行CSR的一个重要的组织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台积电ESG的矩阵 可以看到就是他的水平跟垂直的这个项目里面 其实都是可以对应到 不管是ESG还是SDGs这样的目标 好那因为实际的关系 我们就很快的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重头戏 就是资讯揭露义务 刚刚林子堯律师其实再三个跟大家分享 就是大小分流这个概念 大小分流概念很重要 我们就是要求说你能力越大 你就要负起越大的责任 那我接下来会简单跟大家分享 就是目前就是被要求规定说 你一定要编制永续报告书 或是过去所称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的 主要是有特定产业或规模的上市上规公司 那必须请大家注意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规定 我们直接来看到主体的部分 在特定产业呢 我帮大家归纳了就是有三种主要的类型 一个是食品业化学工业跟金融保险业 为什么选定这三种呢 不外乎就是食品 我们知道跟我们人类的安全是直接相关的 化学跟金融保险业 其实对于不管是社会的安全 或是整体公共的秩序 其实都会有重大的影响 所以政府要求说这三个企业 你如果是那个上市上的公司 你就是要来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同样的我们也看到说 如果是餐饮收入在他全部营收的50% 比例在50%以上 你也要来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还有第三种 大家可能忽略的就是特定规模 目前我们的规模的要求是说 依照证券交易法第36条规定 他所减送的年度的财务报告 他的股本如果达到新台币50亿元以上的上市上会公司 你也是要来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好那我们这个永续报告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要怎么编制呢 来我们来给大家一些方向去参考 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上市上会公司的编制与生报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作业办法 那这边其实是一个比较盖锅的一个说明 因为他的编制其实是分别是由证交所针对上市公司 以及贵买中心针对上柜公司去做这样的一个作业办法的规定 那他的内容大同小异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一起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项 我帮大家画好重点 就是要依照就是这个全球性永续性报告协会 发布的GRI准则来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 这个我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GRI GRI它是一个在和韩创立的一个全球永续性报告的这样的协会 它的目的就是在于说 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会用不同的标准去审视说 我的公司到底有没有做好CSR 但是我就是要一个放诸四海接准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透过GRI这样的一个准则 来能够揭露这公司 他所要鉴别的经济环境跟社会的重大主题 跟管理方针等等 所以说我们要最主要是要针对GRI的准则 来做我们的编制的依准 大家可以看到GRI的准则里面 主要可以分成两大方向 一个是比较核心的 就是聚焦在特性的主题 一个是全面的 就是说跟这个主题有相关的内容 我们都要去做相关的揭露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我右左边的这边的图示 101到102103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general的一个要求你的规范 但在GRI200 GRI300跟GRI400 这边可以看到说它是针对经济环境 社会不同的主题 它会要求你要做到不同程度的揭露 好那我这边先直接举大家给他右边这个是黑松CSR的报告书 那他做得很好 为什么呢 他在选他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去选定我们的要揭露的重大议题是什么 黑松他的做法就是说他依照AA1000 这样的一个利害关系的异合的标准 我们看到这边有揭示了5个这个指标准 这样的方向他去找了这些相对的利害关系的有可能是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的客户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内部人 还有就是我们上下游的合作厂商 这都是重要的利害关系 我们先鉴别出重要的议题 之后针对这些重大主题去排序 接下来去确认我们做了哪些事情 检视我们这个报告是否正确 好那大家刚刚听有听了很多 刚刚子瑶律师其实提到说CSR好像是一个善局 可是CSR他某程度上也是企业参与社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我们在左边图看到就是在今年我们知道现在全球的新冠费也肆虐很严重 我们看到台积电的刘等董事长 还有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董事长 他们就是有透过真正疫苗的方式来帮助台湾的社会面对这样的一个 共同的难题跟困境 除了这两家企业捐赠疫苗 这我们也看到联电他有捐赠消毒机器人台数生意发挥 他的专场捐赠防疫物资 这些都是善尽CSR很好的一个典范 那也都是可以写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书里面 好那接下来我会聚焦在金融保险业来跟大家说明说 要怎么去做好CSR的报告书 那我们先看到就是在编制与申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作业办法第四条里面 他第三款就有针对金融业就是说 你必须要针对永续金融重大主题的管理方针揭露项目 以及报道的要求来完成你的永续报告书 好那玉山金控也是我们选择一个 就是在民间评鉴是佼佼者模范生的一个企业 那我们等一下会分享他在投资决策咨询成销 还有绿色筹资他怎么做到 他这边所达到的他所设定的永续投资原则 也就是说怎么去善进他的ESG跟气候变迁相关议题 来作为他的决策方向 第一个就是在投资标的选择上 在玉山金控CSR的报告书里面 他其实就具体揭示说 他在2020年的时候 他的债券投资跟股权投资 去选择符合国际标准的中低ESG的风险的占比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高 达到100%或是98.66% 那除了这个很正向的去揭露说 我们去promote 我们去遵循这个ESG之外 他也在这个报告顺便揭露说 他曾经拒绝了两档ESG风险偏高 高耗能破坏公司的这样子的一个矿业公司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投资之外 玉山金控本身也发行绿色债券 那大家详细资料可以在这边看 玉山银行 玉山金控它是国内首次发行绿色债券的公司 好 那在寿信业务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图 他就是在玉山金控它的内部有所谓的 know your customer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要求说他们内部的员工在审查 这个库克是不是符合他们的永续发展的这样子的目标 要经过这样的流程去审核 那我们会看到玉山寿信他有去做了一个风险举证 去规划说去统整出他认为的比较偏高的ESG的风险 大家可以看到也就是这个右手边这里 我帮大家撑起来 就包含石化业金属制品业跟交通运输业 那因为他的ESG的风险相对较高 所以真以玉山金控的这个策略来讲 是比较不会去做投资 或是投资占比会比较少 那这样看到就是这边有提到就是说他会针对高争议性的产业 像是军火武器等他会避免去做这个受信 或者是说潜在争议性的产业这样子来 就是避免对ESG的永续发展产生重大不利的影响 好那像我刚刚一直在讲的好像都是说 我在对这个社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供应 那到底ESG本身对企业有什么样的好处 我们以玉山金控的来讲 因为玉山金控他是作为一个金融业者 他要把钱放出去 钱放出去之后 我钱要能够收得回来 那这个客户可能会提供一些单薄品 那像在这个气候 这些全球发展气候变迁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不动产可能会随着气候的变迁 他可能就是蔑斯了 或是说他就没有这样子的价值 所以说你完整的去做好一个受信的评估 其实对于企业本身来讲是很重要的 我跟大家分享金管会主委黄天目主委 他其实讲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批语 他说金融业就是一群有钱的人 我们过去是花钱在做自己的投资 但是大家要注意 我们现在金融业就是要花钱去买我们的明天 我们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就看我们金融业怎么去做好ESG 好 这个刚刚就提到 就是因应气候变迁的风险 因为在国际结算银行 他在2020年其实有发布一个 Green Swan的报告 就警示说气候变迁对于全球来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 像我们各个公司其实要做好相关的遵循 例如说像玉山金控就是去遵循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 这样TCFD的原则 他就第一个低价签署的公司 像台积电刚刚提到台积电就签署了所谓的RE100 RE100他就是要求说 我要在2050年达到零碳排的这样子一个目标 那台积电的合力美资深副总 他也宣誓说台积电要在2030年 至少做到达到25%减量的这样一个碳排 好 最后是一个简单结论跟建议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 其实不外乎就是围绕在这三个主题 就是ESG 环境保护 社会关怀跟公司治理 刚刚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刚刚都是在讲大企业 我们作为台湾企业发展 产业发展的主力 中小企业可以怎么做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下面 如果说我做不到 我直接去影响其他人 至少我可以要求我自己 我在企业内部 就是善进我的人权措施 我做好我的人群群体的关怀 去跟我的消费者 跟我的厂房邻近的关系 就是做好社会关怀 其实这些都是每个企业 不管规模大小做得到的 那最后就是刚刚陈如刚刚提到 就是要提醒大家 依照这个作业办法 就是原则上在每年的6月30 他要去做准时申报的动作 那内容的话 就要依照GRI的准则来编制 那还有方法就是重大主题的责彩 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建议大家可以遵循 国际的目标 国际的发展的一些指标 或者是说刚刚提到的 政府提到要求要揭露的 一些重大的一个主题 那当然避免洗绿跟漂绿的 这个质疑也非常的重要 等一下我们会就是由 李妙龙律师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绿色金融 我们要怎么去做到 避免洗绿跟漂绿 这样子的一个质疑 那最后就是我们政府 其实做得很好 胡萝卜棍子都有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 就是最下面这几点 就是政府他其实现在在鼓励 企业善进社会 企业社会责任 做了哪些事情 请大家参考 那我的报告到此结束 请大家欢迎李妙龙律师 谢谢